咱们国家是对富人更友好 还是对普通的外星更友好 你看这些年国家都在干什么 2004年3月 咱们出台的第二代身份证 居民二代身份证 其实就是国家明确确认身份 你是谁 然后2007年5月 人民银行的银行账户联网了 银行账户联网干嘛 所有银行的资产是不是都统一了 统统都能够查到 然后2012年7月 民政部婚姻登记联网了 啥意思 人和人之间什么关系 搞清楚了 谁和谁是一家子 谁和谁是亲戚 搞清楚 2014年2月 工商企业登记联网 你名下的公司企业股份都能查到了 然后2017年底 不动产统一登记 你名下的不动产房都知道了 然后2018年2月 CRS全球金融信息交换 你在境外有什么资产也都知道了 至此你看看国家做了件什么事 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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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你是谁 你的家里都有谁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股权资产 你有多少不动产 你的海外资产 是不是全联到一起了 你没钱就还责罢了 你要是有钱 国家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这一辈子都挣了些什么 好 回头看一看你交了多少税 你有这么多钱 你有这么多资产 是不是应该交纳相应的税 好你都交了税 那没问题 但是你总逃不过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得挂 你挂了以后 这些资产是不是都变成你的遗产了 我只需要再开征一个遗产税 咱们假定遗产税率40%不高 当然它是阶梯制的 所以你看你跑得了吗 遗产税是现金税 先交出现金来 遗产你再拿走 如果你有一个亿总资产的遗产 先交4000万现金 就交不出来 你这遗产就传不下去 还有一件事叫房产税 现在好多的名下 十好几套房 别羡慕他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假定房产税5% 夫妻俩人4套房 再多出来的每一套房 假定按市值的5%算 一套房如果1000万 就是一年50万的现金税 就是你持有无动产的成本 每年交50万现金 所以你就看你这1000万的房 一年的租金 能不能给你带来50万的现金流 人家北京1000万的房 基本上有100多平民 一年50万 一个月4万多 租金你看你能不能收上来 房价如果不涨 你再收不上来租金 你再卖不出去变不了线 你看他拿了十几套房 你说这人是不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房产税和遗产税都已经在路上了 是咱们一定看得见的中心 而且房产税更近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钱人需要做财富管理了吧 越有钱烦恼越多 你要用各种金融工具安排好嘛 这么多离产税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你刚才问到现金的问题 对吧 数字人民币在一出呢 所以你羡慕有钱人吗 你知道什么叫为国守财而吗 纵使连我签莫 为国守财 你有这些钱 是不是国家给你的 既存在你这 是吗 证据 我 我